我們前幾條影片就介紹了什麼叫parametric equations 也都示範了怎樣去畫它 大部份情況下其實我都給了你一條色 你跟著畫 當然有時候你是要自己寫一條 equations 我可能從練習方面再做一些給大家看 來到第二部份 我們就想討論 tangent lines 假設我們有以下這個parametric equations 我們想知道某一點的slope是多少 我們可以怎樣做 你記住我們都是在找DyDx 你不要跟DyDt或者DyDxDt那些撈亂 因為你記住去到最後 它都是在xy plane上面 所以slope其實都是在用delta y 除以delta x去計 只不過你覺得某一點的slope 所以會把限定 行不行 有幾個方法去做的 第一個你可以嘗試eliminate parameter 令到你可以寫作Y對Fx再D 但其實我們不需要這樣做 我們看一看以下的說話 我們假設F和G兩個都D得到 並且D元是continuous 他們兩個D得到當然是基本 另一方面 我們需要F't不等於0 因為待會我們要將它放在服務 如果你滿足這些條件 我們會說Y可以以X表示並且D 你會知道 我們試用train rule 如果你想找DyDt 我們可以自己補回Dx 在這兩個位置 所以我們的目標DyDx就出現了 我們的target 你將它變成subject 也就是將DxDt 扔過去脫 這樣就完成了 另一方面 如果你不喜歡這個寫法 其實DyDt就是G't DxDt DxDt就是F't 看到嗎 所以我們一開始 就要求F't不等於0 否則你不能放在服務 透過這個方法 我們不再需要 eliminate parameter 寫作Y等於Fx 再去D 那就節省一點時間 我們下支影片示範一個例子